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节课呢我们来做这个文章的这个添加界面 好那么上节课呢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添加界面的一个效果 那么也是比较简单简洁 那么一个标题和正文 然后还有个这个 选框 选框check the box 对吧 然后后面有个发布按钮 那么很简单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编辑软件 然后将 我们的这段代码这里的代码呢全部的复制一下 然后复制到这个content box post这里 OK然后粘贴 好粘贴之后呢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在对了上一节课里面呢还有个地方的代码呢我们需要删除掉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 弹出的这个静态框 这个model model.js里面的 添加用户的这个model呢需要给它去掉因为这里的话是不需要的 好去掉 好回来回到这个 content box post里面 首先呢这里是需要将这个添加用户的这个近代弹出层呢删掉 好然后呢也需要将这个 表单删掉 好表单删掉 内容管理 那么这里 table 找到它的这个结束的地方 好删除掉 以及分页 OK删除掉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来写我们的这个 发布框的这个代码 好好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保存一下然后呢 把这里呢进行修改 将这个默认的选中状态呢 这个添加到这个 添加内容这里 然后呢 这里是同样的将这个 这个class呢 放到这个添加利用 这里 然后呢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打开 看一下添加文章 添加内容 OK没问题 添加内容 那么这里呢也是到了添加内容的这个地方 好内容管理 添加内容 OK 那么添加内容这里呢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 这个表单组 对吧表单组 两个表单 好来写一下 找到url的下面 来写一个这个 dav 写个dav 不是dav 写个这个from 写个from 然后呢这个 传送的这个地址的话 是当前页面 先运入一个 然后呢我们写一个这个表单组 啊 dav class 等于这个from drop OK然后呢首先里面呢写一个这个level 那么这个for 给它什么呢 这个表单名称叫做什么标题名称对吧 title nemo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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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叫做标题 好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文本数框 input 这个 然后他的这个type属性呢等于这个text 然后给他一个这个id 是这个 title 好然后给他一个这个class 是我们的这个表单的这种默认样式 OK 那么就是这个标题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好标题已经有了 然后呢 然后往下呢有是这个这个输入框 text array 好 来写一下 div class 等于这个 这个 这个 然后下面是这个textArray 然后这个textArray我们给它一个样式 给它一个样式等于这个表单的默认样式 等于这个class等于这个from 然后后面我们需要给它定义一下这个rows 等于比如说给它一个15 然后给它一个close 给它一个什么呢 10 然后给它一个提示语句 那么叫做请输入文章证文部分 请输入文章证文部分 这样一亏了 然后呢这里还需要给它加一个ID ID 对吧 content ok 好 然后呢来刷新看一下 标题 内容 对吧 标题这里的话还少一个提示语句 所以说给它加一下 叫做请输入文章标题 ok 然后下面呢还需要给它一个这个按钮 对吧 还需要给它按钮 我们看一下 那么现在的效果呢 是标题和正文输入的地方对我了 然后还少一个这个 还少一个这个单选框 对吧 还少一个这个选框 以及这个发布文章 好的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好 写一个db 然后呢给它一个这个class 好 class呢等于这个check the box che he c 开 book 好 啊 这里应该是class class check the box book 然后呢给一个label 好 label里面呢 我们来直接定义一下它的这个 呃 什么呢 定下它的这个 在label里面来写吧 写什么呢 写这个输入 输入的这个input 首先写一个这个input 这样来写 好 input的这个type呢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check the box 啊 然后呢 给它的这个后面呢 写一个这个全局置顶 OK 就这样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 全局置顶了 就出来了 OK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往下 往下给它添加一个这个提交的按钮 好 我们在这个label的后面呢 直接来写 写一个这个 按钮就可以了 好 按钮呢 我们给它这个定一下属性呢 等于submit 然后呢 给它加一些这个class class呢 给它一个按钮的默认样式 bnt btn 然后呢 btn default 好 先这样看一下 文字的话是这个 发布文章 按钮的文字 发布文章 OK 来刷新 好 全局置顶发布文章 全局置顶发布文章 那么这里的这个发布文章的话 需要让它到右边去 所以说 给它加一个右浮动的这个样式 OK 加一个右浮动 好 这个时候呢 再来刷新 好 全局置顶 发布文章 没有问题 那么这里呢 还需要处理一下这个行高对吧 去那一下这个行高 不是行高 是这个标题和上面利用的这个距离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看一下 这个 有多个呢 有这个大约是 十个像数左右 好 我们 对着这个from这个区域呢 点一下这右侧的加号 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magic torpe 十个像数 OK 差不多 或者是十五个也可以 好 然后呢 把这个呢 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 css里面呢 找到这个之前写的这里 外编具这里 好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 这里有这个 默认就有对吧 有 有ml-t15 那么 表示的是magic torpe15 好 我们直接把这个类呢 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放到这个content post 这里的这个表单呢 这里 表单这里 给它加一个这个class 好 那么这样呢 再来刷新 好 那么就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 可以点击全局置顶 然后点发布 好 内容管理 添加内容 内容管理 添加内容 OK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制作 内容管理部分的这个方法 添加文章的这个方法 好 那么这一刻呢 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下一刻的话 我们来做这个标签管理界面 那么先来看一下 预览一下 好 标签管理界面呢 是相对的非常简单 好 有一个这个管理标签的一个标题 然后呢 有这样一个这个输入框和一个按钮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个这个弹出层 一个弹出层可以关闭的一个效果 OK 那么我们来 下一刻来看一下 那么这一刻的话 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